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則意外新聞 話說昨晚7時半左右 山頂道92號 山頂警署對開一棵三米大樹 突然倒塌 擊中其中一個行駛中的巴士 這個就是15號巴士 山頂道去司徒拔道 相信住港島的拖人都未必知道 因為山頂道是有錢的 我在網上看照片的時候 很恐怖 你看到巴士前面完全凹凹 我以為是受到極強力的衝擊 我心想這真的是大劑 但是幸好 因為這條路 有錢人住 有錢人很少坐巴士 當年不一定是有錢人 可能是途徑也要坐這架 總之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巴士只有14個人 你見到他主要受破壞的位置 就是車頭的部分 特別是上層 幸好沒有死亡報告 有四男三女受傷 全部都是輕傷 這個真的很神奇 如果是迷信一點點 就是觀音庇佑 因為這個 你只看一張圖 你會覺得很厲害 真的是很嚴重的車禍 但是很幸運 這個風球 相信大家知道 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你也知道這個風球有多廢 我想你們現在都已經上班了 可能正在上班 以為8號風球 想多了 只有3號風球 但是山頂可能大風一點 還有這宗新聞 我想說一下 不知道大家坐巴士的時候 有甚麼乘坐哪裏的習慣呢 這個我自己的習慣 先說一說 一般來說 無論是長途或短途都好 基本上我都會坐下層的後排 左手邊最貼窗 即是最後的左手邊貼窗 因為我以前其中的工作是送貨 十多年前說過 我很喜歡坐巴士 因為坐巴士可以睡覺 所以我基本上練成了 基本上在巴士上睡得著 在交通工具上睡得著 是要練 地鐵也能睡得 不過地鐵 其實地鐵一定要靠著玻璃 就是玻璃那邊 巴士我最喜歡坐在後面睡 就算現在我沒有睡 現在很少會坐長途巴士 我都是習慣坐那邊 我一般來說 很少會坐上層 因為很煩 不想上落 加上你乘坐的程車 又不是長 無謂選擇那麼多 還有追誕問題 我現在很少乘坐巴士 如果乘坐巴士的話 那地方我都很少去 很少去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站在哪裏 可能你又怕過站 又不知道在哪裏下車 那你臨時臨急 在上層那裏跑到下層 你是很煩 所以如果可以 情況許可 我多數坐下層 就是這樣 但是我小時候 就很喜歡坐這個 我相信每個小小 坐這個 上面那層的最前面 一定是可以看風景 還有 因為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以前的年代 巴士是有所謂的熱狗巴 真的沒有冷氣 現在一定沒有可能 就是那些橙色 紅色頂橙色 橙色 肉身的巴士 那些巴士 那時候 可能你要30歲以上 你才會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 如果你坐了車頭 很棒 為什麼 因為你開大窗 你不需要你後面的人的感受 哈哈 就是完全 以前開著窗 很爽啊 大哥 你有沒有試過 坐巴士 坐車頂 車頭 開大窗 然後 巴士 走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些風 突然吹出來 好像 有傳說 不知道風速幾多 你用手握 又有什麼 D級杯 那些風的強度超厲害 我記得小時候 很喜歡坐車頂 就是這樣 當然 其實你人越大 就很少 其實是爽的 但是因為你人越大 你就會覺得 真的會影響到其他人 因為風很大 你後面那些人 兜頭兜面 這樣吹過去 就是你小時候 小朋友 你就不用管 但是長大了 你就會覺得不太好意思 但是當然 隨著這個 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 現在這個 這個地球上 特別是香港 這個溫度 如果沒有冷氣 會死人的 所以冷氣巴士 在早10年 8年已經沒有了 已經絕跡了 但是 可能有些人會 最遺留著這個習慣 就是坐這個車頂 看風景 但是 經過這個意外 其實有些人說 不要坐車的後面 一後面 如果撞車 都會撞後面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是整定的 很老實說 這些意外 你坐邊 如果他那個意外 發生在哪個位置 他可能側邊這樣撞過來 都是要死的 其實 但是我自己 如果真的要說 盡量避免 車頭和車尾 都是比較危險 雖然我自己 坐車尾 如果你真的要 很小心 車頭和車尾 盡量不要坐 坐旁 如果萬一有事 相對都安全一點 這些事情 只是說整定 但是我們人為上 都可以盡量 減少死亡風險 就是這樣 這宗新聞 有感而發 另外兩位小時候 我小時候 因為我E 住在沙田馬岸山 所以我們經常搭 81號C 和87號D 這兩輛車 因為你經過聯合道 上天橋 風很爽 我小時候經常乘巴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見 記得訂閱讚好分享 謝謝 拜拜